这一阵子在新闻上 大家常听到一个词 就是12年国教 那到底这个12年国民 基本教育是什么 一般民众又对他 有什么认识呢 点核报访问了超过 1000位学生家长 问您整理出以下的民调 有将近7成家长 对免试入学的公平性 没有信心 而也有6成家长 指引12年国教的办学品质 另外调查也发现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各类家长中 已担任教职的家长 对12年国教 抱持最负面的态度 有将近5成支持延后实施 有超过2成 认为根本就不应该实施